哎 法比亚诺 激进的法比亚诺 又密断了机会 大半球进了 法比亚诺在本场比赛中的第二个进球 在比赛进行到50分钟的时候 法比亚诺 凭借他在前场的这种激进的嗅觉 凭借他在这种积极的拼抢 抢得了一个机会 巴西队再次破门得分 对科德迪瓦队 接下来的比赛将会很难打了 下半场比赛开场仅仅5分钟 法比亚诺完成了 本届是他个人的第二个进球 如果说第一个进球呢 法比亚诺是借助着自己的队友的这种配合 在队友的帮助下打进去的 那么第二个进球完全是他个人 在前场凭借他积极的拼抢 抢得了这样的一个机会 哦 从这个位置上看 从这个位置上看 法比亚诺在射门之前是有手球建议的 我们再来看 这个进球 是有手球嫌疑的 但是那一瞬间 无论是助理裁判还是主裁判都没有看到 进球有效 2比0 巴西队领先科德迪瓦队 重地 带队